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刘比健 是楚氏漆异传人 我们使用的大漆是纯天然素漆 产自于恩施毛坝地区 这种漆纯度高 光亮度也很好 楚氏漆异多以栏目 脏目为原材料 由二十多道工序 漆异修饰以黑漆做地 红黄金等绘饰 线条流畅 图案精美 色彩艳丽 创造一个新的作品 构思是关键的一步 主世漆器 主要是木胎漆器 作为木胎上面有很多有瑕疵的地方 通过这个底漆刷上去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总体修补 我们用擦漆这种形式 出来以后这个漆特别润泽 比刷漆的这种漆面薄 但是硬度它会很高 擦漆需要八到十层 每当上一层漆晾干后 都需要用很细的沙子进行打磨 这样才能进行第二次擦漆 目的是为了让擦上去的漆能与上一层漆充分的结合 擦漆主要是考虑的这个气候的条件 温度要控制在25到30度 湿度要到80%左右 两到三天就可以干 用推光粉或炒木灰对漆面进行曝光 让漆面最后摸上去有一种温润的感觉 因为它是漆 它相对来说绘画起来它比较蓝 它有点粘稠 比要拖得很慢 绘制这些东西 最起码三年以上 1978年真侯影幕出土的时候 我当初在老河口民竹乐器场 已经有六年的功龄 87年我被召进真侯影幕修复小组 开始接触楚世七七 一下子就被楚人的创造力震惊了 楚七公义是中国七役的鼻祖 唐朝以后 中国的七役传到日本 发展很快 日本的英语的代名词就是七七的意思 那个时候我了解到日本正仓院 藏有中国唐代时期的一块琵琶 我们再想把这个琵琶要回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心里多少有些隐痛 于是我心中埋下了一个信念 这一辈子我一定要用楚世七役 创造一块具有唐代风韵的琵琶 来完成我的夙愿 当时出土文物的情况很不理想 甚至有很多七七的文物 都已经烂成了碎片 无法复制 没有参照 我该怎么复活已经失传2000多年的七役呢 我们与沈博的专家 一起对这些出土文物 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再结合我们多年对制作传统 乐器及七七的经验 花了近三年的时间 终于揭开了楚世七役的秘密 当我掌握了楚世七役的精髓之后 我心中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15年我创造了唐印天歌这块琵琶 查阅了大量唐朝宗教音乐的资料后 在色彩上除了保留楚世七役的三元素以外 我还运用了蓝 绿 橙色 在图案上我运用了大量的佛教的具象纹饰 在设计上将琵琶放在备叶的佛光下 像神一样把它供起来 实现了自己的艺术梦想 我很高兴 但是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妻子 那个时候为了完成我的七七作品 把房子也卖了 她跟着我到处租房子 而她却从来没有怨言 一直默默地支持我 一个女人她嫁给我 本来是嫁一个好男人可以靠得住肩膀的 结果人家一天到晚都跟着我在吃苦 我有时候在想我自己 是否有些太自私 我认为任何话都不够说感谢两个字 在我唐韵天歌这个作品送去参展公布的时候 我妻子就指了我这个号码 就是你的金甲 我妻子当初的那种笑容 实际上把我们前面的 一切那种愧疚都抹去了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喜欢什么 关键在于坚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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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